女孩只因第一次来大姨妈便遭到母亲的破口大妈 认为她肮脏得不如臭水沟的老鼠 甚至一脸嫌弃地不准自己靠近母亲半步 小小的女孩不知母亲为何如此狠心对她 这一夜对于母亲的恐惧深深落在她幼小的心里 女孩未能讨母亲欢心 在母亲生日当天偷偷做了一个蛋糕准备为她庆生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母亲再一次地乐于相向 看着如此讨厌自己的母亲 无助的她只能潸然泪下 从这一刻起女孩决定要变成像母亲一样的人 洗个青菜必须用上肥皂直到菜叶如泥 甚至弟弟送上的玫瑰花都要洗到花瓣掉落才肯罢休 就是这样一个洁疲如命的姐姐 让弟弟产生了报复的心灵 本是西装革履的总裁 摇身一变成为破衣烂衫的拾荒者 翻着肮脏不堪的垃圾箱 赛特心中无比的舒畅 然而发泄只是短暂的 赛特脱下心爱的衣服 再次换上华丽的盛装 并挂起虚伪的笑容 逼迫自己回到那个痛苦的深渊 到了家门口 便看到心中爱慕的女孩 然而破烂的鞋子引起了艾莎的注意 赛特察觉出艾莎的异常 便急忙转移话题 询问为何深夜艾莎会独自在此 艾莎本想解释 可就当找不到钥匙开门那一刻 她慌张了 赛特觉得此刻是老天赠给自己的最佳时机 邀请她先去家中避难 就是这次独处的机会 让彼此的感情更进一步 被爱冲昏头的赛特却忘记 如果姐姐得知艾莎的出现在此 定会天翻地覆 隔天早上 从未进过弟弟房间的大美 鬼使神差第一次来到赛特的房间 眼前的一幕让大美顿时心中作呕 气冲冲地便来到艾莎家中 被急促敲门声吵醒的老爱 慌张地打开大美 大美的出现让她很惊讶 然而大美说的话更让老爱莫名其妙 老爱一直认为大美就是个疯子 却没想到发疯道感 随意侮辱诋毁自己的女儿 老爱无法接受直接把大美轰走 全然不知一切的赛特 小心翼翼地护送着艾莎 临走前二人还在恋恋不舍 开门却赫然看见父亲的身影 面对父亲的出现艾莎 即惊讶又羞愧 丢进脸面的老爱 留下一句冷漠的话语便离去 艾莎短暂地停留 对大美打击很大 仅是地上残留的头发 便让大美加上百倍的消毒水 然而过量的使用 让姐妹二人出现了 呕吐头晕的症状 危在旦夕之际 赛特及时出现 只见她迅速地打开窗户 拉出已经呕吐不止的姐姐们 大美的行为让赛特忍无可忍 此刻只有心理医生 才能拯救病胎的姐姐 意外的是大美并没有拒绝 面对大美无理的条件 赛特并没有妥协 赛特冷酷的态度 顿时点燃大美心中的怒火 她大声训斥弟弟没有良心 如果不是自己 赛特早在强宝中便被饿死 被愤怒冲昏头的赛特呆至半课后 心头突然一阵酸楚 赛特曾经无数次幻想 能与爱人亲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现实却一次次让她心灰意冷 然而大美病态的行为不仅危机地 对乖巧的妹妹更是让人发指